所以他说犯天最圣 犯天最圣 就表示涉界天最好 涉界天最好 这是一般所谓的上帝的地方 上帝的地方是涉界天 出禅天的第三层 出禅天是范仲天 环补天 还有大腕天 就是出禅还有二禅 也是三天 三禅再上去 还有四禅 总之这个是属于涉界天 所以尊者涉利子 就跟陀兰教导 就是依释迦牟尼佛 后面这里 他就按照释迦牟尼佛 教弟子要升到涉界天的时候 要修四五亮星 在佛经里头 反正想要升到涉界天的 都教导修四五亮星 修慈悲喜舍 修慈悲喜舍 所以这里说 四尊知见如来 无所拙 等正觉 这都是称赞如来的 如来 印公正篇之明星族 善事世间结 调义丈夫天人师 佛世尊 在佛经里头 尊称释迦牟尼佛有十种尊称 各有不同的 赞叹佛的功德的意思 那么这里 摄利佛说 释迦牟尼佛这个知见 已经达到对宇宙真理的证悟 他教示范式 这个示范式 27月第一行 这个示范式 就是四五亮星 四五亮星 慈无亮星 悲无亮星 喜无亮星 舍无亮星 这样子 逐姓男逐姓女 就是善男子善女人 逐姓男逐姓女 善男子善女人 这样子 休息多休息 休息多休息 就精进的 一再的思维 观察 因为四五亮星是修订的法门 修订的法门 静坐的时候 观想母亲 观想母亲 给她离苦得乐 再想父亲 给她离苦得到快乐 观想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都给她们离苦得乐 观想所有的这些大众 都要给她们离苦得乐 这样子就一直想 想到一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方下方 大师说 慈悲喜舍骗法 在这里修行就是要这样子 所以第二行 二十七月第二行 突然多闻圣地子 心与慈聚 心与慈聚 就是整个心里充满了慈爱的心 充满了这个爱心 充满了慈爱 遍满一方成就有 遍满一方成就有 比如说东方 东方所有的众生 如是二三四方 就说明遍满西方 遍满南方 遍满北方 四围呢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上下上方下方这样 遍满一切 就是十倍是遍法界 一切 就是十方世界 一切众生 都要让他得到快乐 得到凡喜 普遍一切 心与慈聚 整个心充满了慈爱的心 无解无愿 完全跟人家没有争执 没有怨恨 无悔无争 没有称恨 没有争执 极广盛大 无量善修 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有 就是词遍遍一切 遍一切除 然后你底下说 如是悲无量心 喜无量心 舌无量心 一样的 通通呢 要是呢 遍法界 这样子 突然 那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大家的四凡思 就是四无量心 就叫足性男 足性女 善男是善女人 如果能够这样的休息都休息 可以断欲界的欲 刚才我说 世界天 他的修行 就是从禅定 因为修行成就 在欲界的五欲 情欲 都断了 这样子就能够生到色界天了 所以断欲 舍欲念 包括那个念头 那个习气 都要舍除掉 这样子生坏命中 死了命中了 就生凡天中 可以生到色界天山了 于是尊者色历子 教化陀然 未说犯天法语 就是四无量心的法门 重做起去 尊者色历子 从黄色城出 未至竹林 迦然多远 重启中间 犯之陀然 休息事犯事 断欲 舍欲念 生坏命中 生凡天中 从这里 因为后面 后面这一段 后面这一段 是释迦牟尼佛 因为有神通 释迦牟尼佛 你们看看 这里头我们大圣经典 都有说 释迦牟尼佛 跟百万人天 无量大众 讲经说法 其实这里也有 你看最后这二段 这二行 而事实 世尊无量大众 前后围绕 世尊 他的身边 前前后后 通通围绕的 释迦牟尼为他们说法 为大众开示 那因为他有神通 他知道射利子 教导 突然是修 四番天 四番式的 四五亮星法门 所以他看到 射利子过来了 他就告诸比丘 因为他一向都是 很称赞射利子 这个变采 古爱 智慧 所以就跟大众说 世尼子比丘 冲慧 数慧 杰慧 利慧 广慧 申慧 初耀慧 明达慧 变才慧 就是这样子 世尼子 是释迦牟尼佛智慧第一的大弟子 所以释迦牟尼佛 怎么样的 在大众面前 称赞 摄利子 这么有智慧的人 摄利子比丘 成就实惠 成就实惠 就是证悟到涅槃 证悟真实 摄利子比丘 教化陀然 为说犯天法来 他去跟犯自陀兰 开示 这个世无量心的法门 才回来的 后面第二行 若父上话者 数之法如法 这里就是 在跟摄利佛尊者说 你怎么没有教他 更上一层楼的法门 在原始佛教 在佛陀的时代 很多在家居士 都是挣了初果 挣了二果 甚至挣了三果的 所以 佛陀就有一点点 责备 摄利子的意识 你怎么只有教他 事无量心 这样的法门 怎么没有教他 更高一层的 因为更高一层的 在佛经里头 有说 如果在家居士 甚至比求比求你 能够对佛信心坚定 对法信心坚定 对生信心坚定 对戒信心坚定 这个叫做 事不坏信 有时候叫做 事不坏静 清静的静 事不坏静 就是对佛法生戒 这四种有决定的信心 如果有决定的信心 那么照理 应该是已经接近 证悟到出国了 这个出国的时候 它时候 可能应该生到 第三场天 第三场天 初禅 二禅 三禅 如果这样子 生到第三场天 那么它 有七次 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 七次来匪以后 它继续在修行 可以挣到 阿罗汉果 那如果呢 挣到二果 石头汉果的话 它可以到天上人间 一次来匪 一来国 它就可以继续修到 挣阿罗汉果 如果修到第三果 生到色界天 它就不需要再来了 在色界天呢 它直接在那继续修行 凭它的思维 产定力 修行呢 可以挣到阿罗汉果 所以叫不来国 就这样子 所以 释迦牟尼佛 有一点点责备 色力词 这个 泛之陀然 他这样子 进行受 归一佛法身三宝 到底你应该呢 能够让他呢 忍悟起码 忍悟到出国嘛 怎么只有叫他修饭天呢 修四无量性而已呢 好 那么后面呢 就是 色力词呢 就跟佛陀禀报 他就是 一心想要到 色界天 好 所以 尊者 这个 第五行 这个 是 二十八月 第五行 这是 社力子 说的 尊者 社力子 白约 世尊 辟诸泛之 长夜爱卓泛天 乐与泛天 究竟泛天 世尊泛天 世尤泛天 为我泛天 世故世尊 我如是应 就是 泛之陀然 他就一心 向往到 这个 色界天 我就是这样教他 好 好 我们 再来 看看 这个 社力子 去看 《己孤独长者》的病 社力子 在底下这篇 《中欧寒》 第五十八经 这个经文很长 而且 在 这是中欧寒 因为有杂欧寒 中欧寒 常欧寒 正义欧寒 那么 《杂欧寒》是比较简短的 《杂欧寒》里面 也有记载 释迦牟尼佛去探望 虚达长者 即孤独长者 弟子们 社力佛 欧南村者 也都有去看望 这个 即孤独长者 即孤独长者 他那么发心 为了请求佛陀及弟子们 来北方讲经说法 就用房间铺帝 向祈祷太子 买了他的花园 所以 他 这是所有的 这个 比丘们 也很敬重他的 一位在家去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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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